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橙子的时候 他是不会给你处理这一部分的 原因是说有些橙子比较小 大一点的处理完之后 这个不完整 而且还挺麻烦的 所以他们都不处理 我们自己在家里吃这个 咱们最好把它处理干净 清洗一下 您吃着它就非常干净 活的橙子最好是让它养一几个小时 吐一吐沙子 另外清理完这个消化物 它就很干净了 您看我这十七八个橙子 清理出这么多的它的这个消化物来 如果您不清理 这个就都在菜里面了 辣炒橙子吧 当然你得有辣椒 喜欢吃辣可以多放一点 青椒红椒 不管您是干的 鲜的 都可以 不喜欢吃辣的 少放一点 但是一点都没有 这个菜它就不太好了 你可以少放一点 除此之外就是姜片和蒜片 然后咱们再兑一个料汁 酱油 少许的蚝油 料就爆炒 锅一定要热 您这油要八成热 先下姜片 炒一下 再加入这个蒜片和辣椒 然后就把这盛子下进去 快速的翻炒一下 如果您跟盛子比较大的 您可以先用这个开水迅速烫一下 然后用冷水再冲 如果像我这么大 您可以直接炒 没关系 然后爆炒一下 翻炒一下 我们就加入料汁 然后再翻炒一下 这盛子是很容易熟的 您不需要炒太多的时间 如果怕不熟可以多翻炒几下 但是时间不要久 久了 这盛子呢 它就变老了 翻炒几下 再淋一点香油 不淋都可以 您就可以装盘了 这个菜速度是非常快的 而且味道非常鲜美 成菜很快 但是呢 非常好吃 非常简单 您如果觉得我们这个大炒称子做的还可以 就麻烦您给我们点个赞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或者您有什么意见 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谢谢 我们现在可以尝一下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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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